这台很像变形金刚的大型活动宣导车 将要进行环导宣传 而这一次从台湾头基隆出发启动 目的就是希望用行动来宣传年底12月18号的公投表达民意 而包括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隆 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前立委谢国良 基隆市党部主委蔡志颖等到场 所以今天算是我们的一个基隆的一个出发 出行的一个启动的记者会 那大家看后面这个变形金刚 我们就会开着这台变形金刚 绕全台湾一圈 到大街小巷各个闹区来去做宣传 跟公投跟大选脱钩 基本上很难能够有足够的投票率 所以我高度肯定志强在这里 发动全省用变形金刚的方式 宣导公投 我也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的权利 用直接民权针对这四个公投案表达你的立场 我相信我们这四个案子的提案 都是反映民众的心声 所以我们在这边 身为父母亲 我们要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食安来着想 就如同我在变形金刚讲的 美国现在政党轮替了 十大州里面过去有七大州是共和党的州 所谓的猪肉出口 所以我们是不是政府应该要趁美国政党轮替的这样一个机会 来告诉美国台湾有超过七成的民众 是反对莱猪的 我们利用我们这样子的高名义 跟美国重启谈判 不要让有害的猪肉 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 大家说好不好 记者黄润生 蔡英文报道